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谁与针锋 我是王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如何美梦成真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作文比赛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都是一些历史故事 这个历史故事跟我们其实非常密切 我们讲到西方的所谓的大航海时代 外国人很喜欢吹嘘他们的大航海时代 其实真正的大航海时代 是中国人开始的 中国人早在汉朝的时候 就开始了大航海时代 汉朝距离今天多远呢 两千两百多年 那换句话说 什么哥伦布啦 什么麦哲伦啊 哎呀那是太后辈太后辈了 是中国已经一两千年之后 他们才开始的啊 那航海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扯到航海 其实中华民族早就复兴了 航海因为我们起源的非常早 航海呢是攸关一个国家强弱 富或者是穷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西汉就开始大航海时代 这个西汉为什么要大航海时代 他不是闲着无聊 孔子也讲过一句话啊 无道不行不如沉浮浮于海 就说哎呀我的理想没有办法实现 孔子就很这个赶上的说 我还不如坐着船去海上漂流 那换句话说春秋战国时代 中国就已经进入航海的四季 只不过大航海时代是从西汉开始 那唐朝宋朝中国的海船啊 据说已经可以远达非洲 是不是有发现美洲新大陆 这还要考证 总而言之啊 中国大航海时代 也开启了中国的富强的四季 比如说唐朝宋朝 那个时候中国也有高科技啊 这个高科技不是说现在什么AI人工智慧 那个时候的高科技是什么呢 高科技就是瓷器 我们吃饭的那个碗啊盘啊 那个时候是中国是最尖端的 就是成品啊产品 高科技的产品就是瓷器 再来就是茶叶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民族 那个时候懂得种茶叶 中国已经懂得种茶叶了 而且呢还有各式各样的南北杂货 贩卖到西班囚所有的这个国家 所以古代经济学家研究显示 中国啊在汉朝的时候啊 我们的GDP啊 就是我们的国内的生产毛额 就傲视全球 西汉的GDP多少各位知道吗 26%比现在还强啊 我们现在还不到20啊 到了圣唐时期GDP更不得了 往上冲到冲了两倍多 冲到58% 比同一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 还要多6倍多 这非常厉害啊 比第三名的阿拉伯帝国啊 还强八倍多 那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啊 就是唐朝结束之后宋朝开始 宋朝可以说是啊 最富强的一个朝代 我们读历史课本都会觉得 宋朝好像很弱啊 动不动就被清兵侵略 被蒙古消灭 很弱其实错 宋朝非常有钱 是中国文化文明 还有手工业 还有所有的资本主义 可以说是光辉灿烂 非常强盛的一个时代 大家都说啊 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 最会做生意 可是我告诉各位错 最会做生意 最会累积财富的是我们中国人 然后我们中国人 你看领先世界 2000多年的大航海时代 其实就是在跟外国做经贸 跟外国做生意 来积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 其实啊经济繁荣 到什么时候中国开始走下坡呢 明朝开始走下坡 可是明朝虽然走下坡 他的GDP啊 全球的占比 还是低的时候有45% 高的时候高达55% 也不弱 一直要到清朝中叶 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 近代的资本主义 开始发达了 开始用机器生产了 我们还维持在手工生产的时代 我们还维持在人力 跟受力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慢慢才开始衰败 再加上西方的列强啊 在不断的侵略我们 所以我们就开始衰败了 那换句话说 在悠久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 中国啊 它的综合国力领先全球 稳坐世界这个龙头宝座 长达2000年之久 所以我们不能一直缅怀古代 我们要放眼未来实现中国梦 重征重登世界舞台的龙头宝座的地位 但是呢并不是凭空想象 或者说是做做梦 就真的可以把中国梦实现 中国梦有几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我认为啊 应该绝对避免战争 不管是大陆台湾都要避免战争 以和平稳定 作为最优先的条件 如果要打仗就要选美国 你看美国打仗 从来没有一场战争 是在美国的本土发生 他都是把战争引到国外去 让外国人去打 外国人打了之后还跟他买武器 还说美国人好 美国又争了面子 然后又有理智 所以呢只要一打仗 美国稳定赚大钱 所以要避免打仗 迫不得已要打仗 我们就要算算仗 如果打这场仗 我们稳赚不赔 那何乐不为 但是呢战争基本上 要像美国那个样子 实在是不容易 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要继续韬光养晦 继续低调 来欺敌 用这种方式来欺骗敌人 我们可以学一学邓小平 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 他再三宣扬啊 中国不争霸 中国不称霸 但是呢表面上不称霸 实际上就是在埋头成霸 就是在埋头苦干 然后成为成就我们的霸业 唯有韬光养晦 埋头奋斗 上下一心才可以真正超越美国 那另外呢我们要继续啊 因为最近改革开放的这个三四十年来 中国其实有很多事情都做得非常好 其中有一点以国家的力量 致力于资本的积累 技术的积累啊 用国家机器啊 加快超越啊 美国的一个进程 这个是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应该继续啊 发扬光大 这样子啊 民族呢 这个复兴啊 才可以真正的水到渠成 应该比综合国力 我们应该比GDP的占比 来超越美国 甩掉美国 我做一个总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 必须啊 要韬光养晦 要和平避战 要避免战争 当然有些战争避不了的 最后只好打 但是呢 我要强调就是要打算盘 要精打细算 打得赢 而且呢 会赚钱的账 当然要打 打不赢 而且呢 会这个国破家亡 甚至于这个人民流利失所 我们一定要避免 我们要埋头苦干 艰苦卓绝啊 胜利成功 谁与针锋 我是王峰 我在无色觉醒